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歡迎大家繼續回到《要塞塞經台》直播環節 來到就是今天的問答時間 如果你都有股票問題想問的話 爭取時間打給我和Jason提問你的股票問題 如果你想電郵給我們也可以 電郵地址ASK at BSChannel.com 這隻嘉賓是我們的研究部經理陳偉聰 Jason 你好 Mack 你好 看到現時的達市方面跌至43點 繼續偏遠 看看市況當中的家庭觀眾有什麼問 為何旁邊有李小姐在等 早晨 李小姐 李小姐 我想問現在買不買高 只是等17元多才買 因為我見到她的價錢貴 我又不知她上網多少 是 好 暫時沒有貨 是嗎 好 看到焦商銀行 3968 現時股價是18.22元 跌1% 看到升上來18元多之後 稍微有回調 例如說 家庭觀眾還在喉 能不能夠回到18元以下 17元多的時候去買 還有沒有下調空間 如果這個時候去買 直搏空間又多不多 說招行方面 近期的價格上了一點 看到她在12月中那段 曾經跌到17元這些位 然後在上兩個星期 又有反彈 彈上去現在18元多 但如果你看到走勢方面 我覺得在短期來說 都會比較牛皮一點 就是說上落的波動性 未必會太大 會不會下到18元以下 甚至乎下到17元給你買 如果你看這個走勢來說 我覺得去短線再上的機會 會比較大 因為看股價方面 都會升穿到20天線上 還有這幾天做回調 但調整幅度不是太大 而且下到18元邊 都有一個初步不錯的支持 所以理論上現在在20天線 18元這些位置 支持力度是多大 我卻不跌穿 這些位置如果不跌穿 再向上望 暫時向上望多一格 就去到50天線 大概是19.2元左右 當然比起現價來說 就不是有太大的升幅 如果再升穿50天線 上面大概在20元邊這些位置 都有一條下降軌會壓住股價 所以如果這些位置買 純粹都是一個叫短線的部署 看那個走勢 就薄它接下來彈上去 就是19個領 或者是20元左右 如果說到基本面方面 其實整個板塊都是一樣的 都還是一般的 還有看回現在內地走這個 所謂的金融改革 包括之前都把存款利率的上限 是撤銷了 某程度上都會令到這些 比較中型的銀行 面對一個息差收窄的壓力 還有讓一些小銀行 會爭了你的客戶去 所以如果說到那個盈利增長的動力 我覺得都不會太快 純粹你說短線 然後駁去這一層的反彈浪 可以繼續走多一步 就去到19個領至20元 幫你小姐問多一點 Jason 剛才你也說到 整個行業方面的問題 都面對著不同的挑戰 其實看回之前的業績 紙商銀行可以說 盈利能力方面 在這麼多間裏面 做得比較突出 但是剛才提到 就是放貸方面的情況 又或者正式抽窄方面的情況 紙商銀行又會不會是首選 還是其實選擇四大國有銀行 比較穩陣一點 現在買內人股都沒有說穩陣 總之整個行業都面對 就說色差不斷是收窄 競爭不斷是加劇這個問題 當然你說 招商銀行 真的在講過去的三四年裏面 盈利增長的動力 相對是比較強的 但是都要留意 最新公佈的業績 即是第三個業績方面 都看回那個不良貸款的比率 就已經是有個明顯的上升 還有都看回那個減值撥比方面 都開始有個明顯的增加 所以你說這一類的中型銀行 之前都是比較借貸 給一些中小企為主 某程度上當經濟放緩 當一些比較小的企業 開始做不住 還不到錢的時候 對於招行來說 都會有個潛在的壓力 即接下來那個撥比 都還是有機會上升 所以你說在現階段 去買這些內人股 純粹都是跟走勢 即是炒一個短線的波幅 如果你說要去在下一年裏面 可以是明顯跑贏大肆 相信機會就不是太高 好 麻煩了 就是Jason的分析 多謝了李小姐的查詢 順便跟進這個版塊最新表現 再跟進下一個電話的查詢 看看內銀股方面 暫時來說都是偏遠的 建行和交通銀行都跌5仙 工商銀行以及中國銀行跌4仙 農業銀行跌3仙報3.02 看看幾隻 交商銀行跌2.02 自己報18.02 自己中信銀行報5元 跌2仙 至於民生銀行和從農行同樣跌8仙 光彈銀行報3.76 跌4仙 聽不聽 各位嘉靈觀眾 為何旁邊今次有邱小姐 早安 是呀 早安 早安 我想問三隻股票都未有貨 是請說 由於現在市開始偏低 是否適當入貨的時間 我想問一問966 她之前的DW是21.5元 有沒有機會接近這個位買呢 平保之前的DW是40元邊 要買的話 有沒有機會差不多可以買呢 還有安達 我都未有貨的 我上次買一隻股票 這隻股票應該是20元邊才買呢 麻煩你 好 好 柔小姐 可以說有四條問題 第一條問題 就是問現時來說 大市回到來的水位 去到21,950點 是否算是較低的水平 這個時候買貨 其實是否適當呢 是的 如果你說看那個市況來說 的確下去兩萬二以下 不是說貴的 但是我也有些擔心 去到明年初 整個大市的氣氛 都未必說會太好 還有都面對現在人民幣 不斷有貶值的預期 還有資金都有些 在內地方面流出 這一方面對於中資股來說 都可能會有些壓力 再加上你說內地的經濟數據 過去那一陣子出到來的表現 都不是說太理想的 所以某程度上 我自己看 去到下年可能是一二月方面 那個市況來講 都可能會比較靜一些 或者比較淡一些 所以如果你說要買貨 那你要想一想 這些位置買 你可能就一個短的 博去彈一彈 去到出貨就OK的 但是如果你說 真的打算跟它 拿到很久 拿到下年第一季的話 要小心一點 因為如果你說 看恒指方面 之前上到兩萬二樓上 都有個阻力 亦都是受制於 這條下降軌 就升不穿的 那接下來你說 會不會指數 有機會落到兩萬一 甚至乎更加低的位置 那我相信 可能性都不小 所以某程度上 你說這些位置買貨 風險都不是說絕對沒有 還有就說 都看回來了 下調的幅度 都可能會有多大 另外三隻股份的部署 其實邱小姐 都有些想法 想問一下Jason 先說太平 966 家庭觀眾 就想買 想猶回 對上那次的低位 就21.5毫 12月中的時候 其實現在上回來 就是23.5 跌的是1.5%左右 有沒有望去之前的低位 而買 我覺得有機會 因為剛剛都說 整個市況 似乎還有機會 向下跌多少少 你說966方面 同樣地 見到之前的股價 彈到上去大概25元 就頂住了 同樣有條下降軌 就叫做有個阻力在那裡 跟著這一陣股價 再回一點下來 也是跌穿了一條20天線 下個位 就有機會要看回 大概是22元 那邊 那會有個支持 如果你說真的要搏反彈買 不妨可以等它 即是落到22元 至22.2這些位置 就考慮了 另外一隻內險股 Jason想看平保2318 這隻股份 現時在做43.1 都跌1.5% 同樣 家庭觀眾 都是想追溯 之前的低位 40元 12月中的時候 剛才那隻有機會 下去了 這隻又會不會比較硬 其實走勢又差不多 雖然你說近期 平保的股價相對 是比較強勢 但如果你說整個A股要下 或者整個港股要回 平保都不例外 都一定會跟著回一點 所以你說 接下來你量度支持的力度 大概在41元 都是看上升軌 現在延伸到上來 大概41元 就會有個支持 另外一隻體育用品股 就是2020安踏體育 現時股價在21.3.5元 跌5千 家庭觀眾想償回20元 去買入 整個行業來說 基本本似乎有改善 這隻做得比較好些 但能不能再回落 又是之前的低位20元的水平 安踏的確在過去這一年 都做得相當不錯 但在最近這一個月 就有些回調的壓力 在12月初也有個高位 24元多 回到20元 但也很幸運 中長期的上升軌 暫時升到20元邊 為它提供一個不錯的支持 你說這一陣 彈到上去 大概22個嶺 受制於這條20天線 又再下來 當然初步都是先看20元這些位置 就駁去不要穿 如果你說20元這些位置頂得到 你說買回一些 駁去再上回去 大概22個嶺 23元 其實都是有個直播錄體度 好 謝謝追陣詳盡分析 替你做回申報 提及各計股份有沒有哪隻自由 沒有自由的 好 謝謝 恆指方面跌41點 到21958點 我們先休息一會 稍後回來還有另一節的問題環節